组组长王毅日前化身网友在华盛顿邮报的网络上贴文 以前议长称呼王金平 还说非常庆幸国民党严惩党内重量级的人物 王毅因此IP违反了文官中立 驻美代表金普聪和当事人今天都发表了声明道歉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台湾马王政争的网络版文章 日前出现了这么一篇用立法院前议长称呼王金平 之后还写下民进党掩饰立院党团总召柯建民的办行 甚至还提到自己非常庆幸国民党严惩党内重量级人物 这些个人评论情绪性自言全部出自于他 驻美代表处新闻组组长王毅 那这样子的发言事实上已经违法 已经违反公务人员的行政中立法 那既然违法了我要要求外交部应该依法进行惩处 甚至是移送法办 文官就是应该要中立 一个新闻官进入政争蓝绿兜批 一早外交部就发了金普聪跟当事人的道歉函 金普聪说王毅的贴文绝非受益 王毅之前有报告他将在网络贴文 他以为贴文内容跟先前对华盛顿邮报的 正式投书内容相同 没有事先防止 而王毅则说 网友贴文属于网友表达个人想法 言辞上带个人情绪造成困扰 深表歉意 九月政治上的纷纷扰扰还没落幕 如今文官投书跳火坑 连来把金普聪也涂下水 恐怕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收尾 好